近日有网友爆料称 7月31日福林区武林山公园景区内 多名游客因30元的露营清洁费与景区保安互殴 事件致一人昏迷多人受伤 警方和医护人员随即赶赴现场 随后该事件引起了网友热议 网友们在为伤者鸣不平的同时 更多是讨论景区的收费和服务制度 也有网友表示 景区单独收扎营费是因为搭帐篷过夜 弄的垃圾之类都会由园区处理 游客也应该站在景区的角度考虑问题 目前事件还在进一步处理之中